It's not your perfect day So what's your birthday Thing everything cool Shit down my mind like that It's a perfect day 我是號稱這個世界上 最偉大的美食家賈三藏 大家好 我今天會踏上這個旅程呢 就是要去找那個隱藏版 而且隱身在這個西邊的 但我覺得我現在需要 找一個人幫忙 好 你是誰啊 怎麼在這裡啊 我是美食大聖孫悟峰 所以要在這座五指山下 你可以給我吃的嗎 這樣的話 我可以陪你去找美食寶典 吃的 這個我剛買的啦 那個卡拉雞吐司還有豬排總會 這間不夠 我可能需要花果山的仙桃 才可以讓我恢復力氣 花果山 花果山很遠耶 花果山可能沒辦法 但如果你是要去清淨彩桃可以喔 好吧... 清淨的仙桃也可以 漂亮耶 漂亮的是這裡 對 對啊 很舒服耶 這邊提供的是這種品質 幫你們倒杯 這麼早就全裝好了 你裝很完整就可以了 對啊 那這裡面呢 是我們莊園裡面 自己種的迷迭香喔 那我們早上就是去採回來 讓它有舒緩放鬆心情的效果喔 不行 太舒緩了 不行... 好累 這真的是在度假耶 我懷疑啊 這些管家都沒在睡覺耶 一大早就要準備好早餐 真的 竟然還有手沖咖啡的服務 完全把客人當作少年來照顧耶 這邊用的咖啡豆 都是管家自己烘的喔 他們挑選的食材 都是最甜的難題 太厲害了吧 根本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耶 個人啊 拿到後面 讓我們再做愉悅的心情 採過去囉 豆哥 你說要去採什麼 採新鮮的高山水蜜桃啦 我們看到了這一顆 這一顆就算了 好漂亮喔 這個有的比較綠 這個就是夠紅了對不對 對 我們主要呢 我們是要看 紅是因為什麼 被太陽照到 它曬黑一點 所以我們要看黃 來 我們怎麼看 扯熟度 我們從火尖 火尖這邊 火尖 開始往上看 有轉黃了 它就是手 這個是什麼品種的水蜜桃 聽說這個農場有很多種 這個品種叫做 710 710 它是個編號吧 對 為什麼是編號 意思是說 這麼酷 這麼簡單 對 因為它是以前的學名 後面這個品種 它叫做中金白桃 中金白桃 對 中金白桃 是在7月底以後的 好有意思喔 再來 重要的 怎麼採 怎麼採 我們不要像猴子一樣 然後都拉它 我都偷逃了 這不行喔 這是不要做的 來 不要做 很簡單 被偷逃過 來 最後一下虎口 抱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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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右手要固定好喔 好 往上翻 它就會掉下來 往上提 它就會掉下來了 來...就這樣嘛 固定右手 虎口 好 抱好... 抱好... 然後一個... 往上一下... 逆桃成熟食 好漂亮 它那個毛毛的感覺 對 融毛啊 這個顏色 這可以先吃了吧 可以 不用剝皮喔 你抽水... 你抽水... 你抽水啊... 好多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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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樣好軟喔 好脖子 還有 那果汁機嗎 而且它的甜是讓我喝 很舒服的喔 不是讓我超甜的 可是問題是這個很舒服 而且水超多 很軟啊 對不對 這就是熟得剛剛好的狀態 對 所以我們真的要拔在它 剛好成熟 你不要硬拔一些 不要問他們啦 因為有一些品種真的不一樣 收起來的時間也不一樣 對 沒錯 好棒 那我們可以帶一點回去吧 可以... 可以啊 後面有一把鐮刀 你是要30分鐘的感覺 可以啊 豆哥 我沒有想到來清清也可以吃到 這麼多汁的水平桃耶 你看噴吃噴成這樣 就是要多新鮮了吧 誰啊 我... 我來過 你說你... 這裡我以為我第一次來 你說你年輕的時候長這樣混起來 沒有... 你就是原住民的樣子啊 好看的原住民 我那時候比較黑 我好看的原住民 對啊 我那時候比較白 比較黑 我白的話很像 他已經來過 那我們就憋補了吧 你以為 是講這什麼 我來過我來就不用付錢了 真的嗎 真的嗎 你記得了吧 黃靖倫大概是8年吧 10多年喔 10年以後 10年以後 差不多10年吧 不好意思 這個是酒喔 酒 對 是我們的米方 水米桃酒 對 那這樣子 就是如果 因為一點點酒精都不能的人 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不加酒 是 先跟妳說就可以了 可以搭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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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醉 他要雙眼模糊 對不到焦 才會喜歡我 對 才會接受這個搭檔 來 麵桃冰沙好了嗎 好了... 來 謝謝 太久了 它有加酒 對 有加酒 而且它這個這樣 觀眾如果你看它不是那種 冰塊會打得 沒有顆粒狀的那種冰沙 是 它打的質地比較細 為什麼要 喝不出來酒的味道 我覺得有一點耶 你沒有喝到酒味嗎 我有一點 你在喊 後面一點的時候 你口喝比較慢一點 就進去的時候 後面一點的時候 會有一點阻近的味道上來 是不是要喊一下 可以啊 這個加上去的時候不能多 然後你要攪拌一下 才會回趕喔 好 我不想攪拌 你只要不要直接乾杯那一個 還是我... 還是你這個好不好 這濃度會不會高一點 你直接喝這個 對不起... 我想會對你回趕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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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想不要 它真的很奇妙 它不是高粱酒 但喝起來就是有一點點 高粱的味道 而且老闆他們是第一家 為什麼第一家 到現在還可以吃力這麼好 他們可是有同門的蜜包 來... 真的喔 對啊 來... 媽 本店不添加合成蜂蜜 我們剛剛一開始看到 老闆用蜂蜜 它不是真的瘋開什麼 它是有水蜜桃在裡頭的蜂蜜 然後老闆這邊特別告訴大家 如果是水蜜桃蜜的話 它不可能是放在這個塑膠的 盆子裡 應該要用玻璃去裝 我覺得大家可以來之後 你可以就直接挑戰再多加一點 因為它其實味道更厚實了一點 老闆他們多加一份酒 需要多加錢嗎 不要 你眼睛發亮什麼意思 媽媽 我跟你講 你到時候可以弄下杯在這邊 打完之後就... 它已經下杯了 那... 可是水蜜桃有季節 那如果不是水蜜桃季節 那如果不是水蜜桃季節 我們賣什麼 對啊 我們都剁花 對 豆花也很好 是很傳統的那個米店 真的 所以這隻水蜜桃蜜桃 還有豆花喔 忘記講了 水蜜桃 豆花 但就是沒有水蜜桃喔 不會 秋天我們就以水蜜桃 從蘋果為主 我們會綁當地的盛藏的蘋果 然後搭上水蜜桃子 還是看季節性食物是水蜜 然後去做變化 是... 這店好... 好豆花耶 你看我跟他相處 我能不喝酒嗎 沒事啦... 你到底當時候時尚怎麼選 像你這麼難聊天 可是我長帥啊 你看我以前多帥 不是嗎 我以前生蜜 你們是否對帥的定義不太一樣 哪有 你看我搭到你多帥 好難像喔 你這樣好像比較熟 這老人你寫啊 你寫比較好 這老人你寫啊 剛剛老老闆娘來說 你都沒變的 我說沒有啊 我跟老老人娘說 你也沒怎麼變 老老老人娘說沒有啊 一樣啊 結果現在聽到真奇怪 然後說你沒變啊 他沒有說你身材沒變 好 做個Ending好了 好... 我跟妳下次有機會 你們來跟妳嘗試一下 雪蜜桃冰箱 這點有加酒的喔 好不好 如果你不喝酒 你應該說你不要酒好不好 好不好 不好意思啊 我是豬八戒 你們兩位 哪位是三仗啊 行不改名做不改信 在下 我是豬八戒 大奔為價三仗 三仗師傅 我可以跟你們一起去尋找美食寶典嗎 師傅 人多也好 他可以幫我們拿行李 好耶 那挺好的 麻煩你了 那... 可是出發前 能不能先去吃點東西啊師傅 也是可以... 師傅帶你們先去吃一個 我很喜歡的 豬腳涼麵 豬腳 師傅 我想在一個月來烤滷豬啊 烤滷豬 師傅 你不是要吃了我嗎 好 我們現在要來話題美食 就是在這個行天宮附近這邊 這是景州街嘛 景州街 對 這邊有一家那個 豬腳涼麵 豬腳涼麵 沒錯 我本來看到這個店 我這樣搭的 我本來看到這個店名的時候 我也覺得奇怪 但是網路上是說 這是一個被涼麵耽誤的豬腳店 意思是說豬腳比較厲害 涼麵 就是可能老闆想說主打涼麵 但反而它的豬腳更厲害 一個意外 對 而且聽說是人潮滿道 就是說有可能在營業的時間 它鐵門會慢慢降下來 降下來 然後大家是要這樣 這樣子進去吃 用搶的就對了 好像回去以前 猿人的時代要這樣進去吃 這樣進去吃 要吃得多辛苦 但真的很香 你看 你看 這塊 對 對 對 你這豬腳要控多久啊 要說3到4 這麼久了 補完之後還要再泡一下 這是不希望從頭到尾的牙齒 還要靜置的那種概念是不是 對 萬一不好吃它會生氣喔 你看過了吧 好可怕了吧 對 它生氣起來就是這樣喔 對 要小心喔 你一定要把它滷到 對 它的油脂出來 它的油脂出來之後 它裡面那個油出來之後 它的皮就變成這樣 就不會膩這樣嗎 對...就不會膩 我好像看你切那個瘦肉的地方 感覺是很嫩耶 對... 太快 因為它已經吸到乳汁之後 它的肉已經硬轉到乳汁 吸進去之後 它是變得很痛快 天啊 你到嘴巴的時候 它就吃起來很甜甜 完全就是一個職人的概念 豬腳職人啊 人一絲之後 完成一件事就好 它就是把滷豬腳這件事 爐火純青 但我必須說這樣擺上來 其實滿衝擊的耶 因為它真的不會有 豬腳店裡面賣涼麵 你們覺得嗎 對耶 很像從格力店點家點過來 通常這個就是配那種 三合一湯啊 頂多就這樣 對 然後這個就是在那種 可能便當店 或是專門豬腳職 但老闆就是這麼樣的酷 他就把兩種他喜歡的東西 就結合在一起 對啊 這個是終結 終斷 終斷 你夾到骨頭耶 好厲害 真正的老湯 就是吃骨頭對不對 吸那個骨髓啦 不是 不是嗎 反熱的在那邊 這代表它燉得很軟爛 軟爛 它直接骨肉分離耶 真的耶 對喔 喂 王上妳這過分了吧 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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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燉的味道很入味耶 對啊 而且我說真的 豬腳最怕油硬 可是它燉到是完全沒有油硬 對啊 然後咬起來只有膠質的Q彈耶 怎麼會這樣 好好吃喔 那種帶筋的地方 也要去特別香 而且像人們剛剛講 它們不是一直滷一直滷 它們去滷一滷之後 它拿出來 像靜置那樣子 然後那個油 就不會讓你有油膩感 對 反而會有那種甜度 那個豬皮變成一種甜度 因為那個甜度 是來自於它的食材本身 不是它去加糖 或者是加什麼的 好甜喔 你知道嗎 天啊 我們夯不讓大家吃飯 真的 就沒啦 它是不是沒啦 沒有 這邊還有... 這邊還有豬腳的部分 雞扒 然後大腸 這算是一個套組這樣子嗎 對 一個套組 我覺得它上面加那個蒜泥 真的加得剛剛好 蒜泥好棒 因為原本的這個醬汁 你會覺得說醬汁乳 跟那個乳液黃的醬汁 是一樣的味道感 可是因為它這個加了蒜泥 所以它帶一點那個蒜香 有一點微辣微辣的口感 其實兩個點起來 你不會覺得這是同一道菜 對 雖然都是同樣的乳汁 可是會有完全不一樣的風味 蒜頭就給它帶一點辛辣的感覺 對 那味道會不一樣 但吃下去好過癮喔 好過癮 而且它很特別 它把皮是先鋪在最下面這一層 然後中間上面就是它們那個 比較脆口的肉 但脆口肉跟妳的咬下去 它就剛剛好 取中間 好棒喔 這肉不一樣耶 它真的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它那個瘦肉的部分 每一個纖維 通通都是有味道的 然後都不會過彩 然後該有原本那個豬肉的膠質 跟它的油脂的香味 全部都還保留在 對 很好吃耶 好好吃耶 好好吃耶 你還吃耶 好餓喔 對啊 先吃這麼多加你還餓 太好吃耶 讓它這麼餓 好啦 這是什麼 嗯 要不要 要吃啊 你亂玩 老闆在哪 要啊 好餓喔 可以啊 很可以耶 對啊 那不一定好吃啊 對啊 它跟泡菜是超搭的耶 因為本身麻醬 它本身只有麻醬的香之外 你知道常常在裡面 它每次都會加一些那種 香油這樣子嗎 它其實就跟泡菜是搭在一起的 而且我覺得它涼麵是真的 比較Q 然後是有嚼勁的 我覺得它還是會有麵皮的香氣 我覺得啊 這涼麵很OK啊 沒有嗎 五文就放出來 而且你真是不用加泡菜 你直接吃就是最基本的口味 因為我覺得它的麻醬 不會給你那種太... 太黏稠 你會覺得吃下去很乾 負擔很重這樣子 對 然後在吃的過程中 那個堅果類的香氣 就一直出來 一直出來... 很清爽耶 然後小黃瓜果量又多了 就又有水了 對 但是它的泡菜不得不說 加汁 它就會給你畫龍點睛 是真的有 這很合理 很好吃耶 網友們有沒有硬留言耶 什麼被耽誤 不要被硬講耶 對啊 好像這個流行就是 我不給一個胎頭話 或不是一個秤職的部落客 還是什麼 明明真的好吃 對啊 真的這麼好吃耶 對啊 罵他啦 你會罵喔 真的罵喔 真的罵 開玩笑了... 三姐妹嗎 三姐妹嗎 三姐妹 好 現在有點漂亮喔 看到三姐妹囉 哈囉 你們都是越南的朋友嗎 你們都是我妹妹 妳妹妹 妳妹妹 妳是大姐 我是大姐 她是小的 所以這是一二三三個是不是 有... 對啊 這是導演的 法國的這個麵包 我們能夠理解 很常吃到 那為什麼是烤乳豬呢 在越南的 在越南的 在越南就是烤乳豬肉 本來就有 特別豬肉 真的很少 因為大部分我們越南 都是用乳的 對... 乳的 它沒有用烤的 對 就是我們用烤的 這樣比較好 那要有豬的大小 有差別嗎 有 大豬 用烤很脆 有也比較多 對 這樣比較好 好... 那我們就多吃吃看 對 多來一個 三姐妹的 OK 脆皮烤乳豬 看起來受不了 你看 對啊 它這個 感覺跟我們之前吃的那個 脆皮豬也有一點像 但是越南的 所以它其實也是有這個品牌 就是丹麥烤乳豬 對 可以先大份小份 來 醬料 醬料請 富胖達 一個胡椒的 這個是有辣的 那我先來一個辣的 好 我還是站起來比較好 菜都看不到 到時候看播出就好了 看播出 很辣 辣 辣 它的脆皮好香喔 我覺得它是 這邊非常的嫩 對 但是它這邊的脆皮的部分 又很脆很脆 脆到有點像餅乾一樣 不可思議 它那個油脂氣 就是油香而已 我覺得那個辣的感覺滿好的 中間吃不辣的 原味的 沾五椒 好好吃喔 它有三層 對 就是外面歪層的那個地方 真的是一咬下去 就在卡滋卡滋的那種脆度 然後中間有一個油脂的部分 很嫩 嘴巴裡面瞬間化開的那種嫩度 肉的部分有帶Q彈的口感 而且完全不柴 這個口感很好吃 然後味道有一點帶醃漬的 但主要是那種豬油的那個香 它不是只是餅乾的脆 它是還有帶一種風氣感 很像有氣泡在裡面的那種脆度 所以它也不會很硬 然後辣醬超好吃的 超辣 越南麵包 來一個 我的是沒有辣的 看一下有什麼 有很多蔬菜 下面一樣是那個蟹豬炒乳豬 醃漬的蘿蔔 然後香菜一定要有 開動 它有很多層次耶 直接先咬到它那個醃蘿蔔 帶酸甜酸甜的味道 對 再來就是剛剛吃到的豬肉 跟它搭在一起 我覺得另外一個境界 原味吃起來也很好吃 它的油膩感就完全消失 就只剩它的那個香氣 變得很清爽 它好酷喔 它很像是層層疊疊的 不同東西的香味 這樣子搭在一起的感覺 就是它每一個東西的味道 都還是很顯眼喔 包含連麵包的香氣都超濃 它從外面這樣一路酥到中間 突然變得有一點彈性 的那種口感 我覺得在裡面的肉 可以更吃到皮的香味 那個焦香味 不知道為什麼變得超明顯 可是因為你又咬到 小黃瓜跟香菜 它又瞬間再清爽 就是它點蘿蔔到香菜 小黃瓜 全部都是給你走清爽的路線 你感受到一個濃郁的氣息 但是你吃吃吃到後面 你又是清爽的結尾 你就會覺得好舒服喔 那我的是辣的 對 對 其實我也比較喜歡搭配的 對 它有點像霸棍那種 你已經炒得很酥了 它那個酥跟它配比的酥 口感上是疊在一起的 對 然後加辣它就是 超它的辣度更多 很爽的那一種 很爽的那一種 師傅 我又餓了 我們可不可以吃飯啊 吃飯啊 我的美食記憶庫中這邊 好像是美沙 沒什麼吃的我來想想 有了 師傅 我大哥牛莫王就住附近 我們去他家吃飯 好耶... 我打給他 出外靠朋友就是這個時候 怎麼樣 我大哥他 我大哥他 被煮成牛肉湯了 什麼 太好了 不是 我是說太遺憾了 烏風 別傷心 你放心 我們絕對不會辜負你的大哥的 來 我們就去吃牛 吃牛 吃牛肉 吃牛肉 五點開始叫 一請跟趟進好了 五點開始叫 然後六點也不必唱 那是講後面的話 黃白的 這是第一名 開板一下 不要那麼亂動作 謝謝阿姨 Yeah 閃爪箱 Yeah Yeah 好好 好不遠喔 臉色的年紀 Yeah 好熱情喔 好開心喔 到底這是幹嘛的 怎麼又這麼開心感覺 開心歸開心 但要喝到這一碗頭香牛肉湯 還得再等半小時耶 希望待會兒一切都值得 來 麻煩1號 1號 來了 五點了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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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號叫我 叫我 不好意思 1號 1號 那你們要吃什麼呢 什麼都來好了 什麼各移嗎 都各移... 好 好開心喔 這個是牛肉 牛腩 牛腩 牛腥 那我先來 牛肉湯 已經聞到這個香味 你已經聞到那種鮮甜的味 受不了 來 這些 吃 燙真的就好了 太好 喔 太好 很就好 太腥了 太餘了 他們說我才看 你渡人了 那個牛的香味 因為我非常非常好奇 為什麼是半夜要開牛肉糖店 結果老闆娘 因為她不接受很酷 她不接受採訪 但我用私底下跟她聊天的方式 她跟我說 我就回答妳一次 我們那個牛都是半夜殺的 最新鮮 直接送過來 這個代表就是 來到這裡才可以吃到 好 那我要吃牛肉 我一拿起來就感覺到 它的肉是很嫩的 我快不行了 我們要幫你一點點 我要 要叫護士嗎 護士 護士 照顧我 好嗎 牽我的手 牽我的手 這樣比較有安全感 謝謝... 這樣我可以吃了 這個牛肉真的很嫩 真的很嫩 真的太嫩 而且它的香味很舒服 好舒服 好舒服 我剛剛不是在你叫 他心裡 不是我 不是我 是嘴巴裡面的 不是 這是什麼病嗎 我第一次這樣子 我是不是有病 牛腩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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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嫩了 這牛肉的那種感覺 它的油脂更豐厚 更肥美 它那種油脂就有點像 楊桂杯那種感覺 怎麼那麼香啊 我想下班 但是它非常好吃 我怕我介紹了之後 就更多人來了 而且我其實今天有點緊張 因為這一家其實在台北 是有店的 對... 我很喜歡 我也吃過 但我沒有在它的故鄉高雄吃過 牛腩飯 對 我們要去吃 溫體牛沙沙鍋 我最期待的性質 好多喔 這個廚房很熱啊 平泰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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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泰宮是在喔 讓你看到 它現在是麒麟 必比燈推薦 我最厲害 我贊了 沒意思啊 來這裡就是要吃好的肉啊 那為什麼我們這樣 一直看著這個鍋呢 在這邊跟大家 因為好的肉美了啊 為什麼咧 令人難過的消息 是難過嗎 是生氣吧 這裡呢本來有一盤 肥的肉跟一盤瘦的肉 那我們剛剛先拍成品 我們的攝影師 把最後一盤 在這個店裡面最後一盤 肥的肉吃掉了 因為他現在吃很飽 你跟我們說口感 你現在跟我們說口感 你飽到你現在攝影是這樣子 一直在縮肚子 他飽到一直在縮肚子 你現在跟我們說一下 你吃那個肉的口感嗎 你可以跟我們說一下嗎 好吃嗎 你怎麼... 你怎麼... 你把這盤吃掉了 我錄節目錄這麼多年 我沒有遇過攝影師 把主持人的要吃光光耶 我們還剩下飯盤 耶 我幫你們服務一下 因為我覺得 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跟吃法 對 但是因為我覺得 這個是我跟廣東人學的 所以他們就會有這種 所以你撈下去對不對 就是燙第一下 然後撈起來 就把那個雜質燙掉 然後再來就是 燙第二下 就是把那個血水撈掉 淨化它 對 然後再來就是燙第三下 讓它那個纖維 就是可以去改變 然後這個肉就可以好吃了 這樣就好了 對... 所以他們就說這個是 他們所謂的三亮三燙這樣子 紙燙三下的肉 它又還是呈現那種粉紅色的狀態 然後半熟半熟一個 這個他們的那個特別湯 就是用牛肉那樣去吃 對 對 所以這樣可以的吃 吃看看 記得不要用大火 不能大火 對 因為那個血水會躲在裡面 就會痠 你看這是比較偏瘦的 可是用這種補法 它會呈現比較嫩的狀態 對 不會覺得很熬酷 很熟 為什麼很嫩 我現在這樣吃的時候 我就想說 如果它是肥的那一塊 它會有多嫩 天啊 好想吃到喔 果然每一次都會吃 那個油花很好的肉 對啊 我很少吃到這麼瘦的肉 要是可以吃到那個肉 什麼味道就好了 對啊 其實我覺得內行的 也不要說內行 這老饕你可以點一些這種 他們店家會一定都有 就像牛老大這個 它一定都有這個牛腩 半筋半肉 牛尾 就是牛仔 喜歡那些東西放進去湯底 第一個 你看牛尾 它可以增加你這個湯底的膠質 好沉 然後這個是因為這種肉有沒有 但是會非常硬 慢慢燉燉燉之後 它會吸收其他蔬菜啊 豆皮這些的味道 今天之後 就肉會變得非常好吃 所以這一鍋裡面已經有 剛剛他們在開成品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了 太好了 還蠻好奇前面這盤的 這盤是牛達 牛達是不是 我覺得還蠻壯觀的 然後這是 牛百葉 牛腰 牛氣 牛氣 然後牛肝和牛脂 內臟 而且這個也是溫體的嘛 對不對 對 這個油氣其實 用眼睛看 有一點干貝的感覺 就是顏色 比較干貝 包吃起來的感覺 而且我們平常都是吃豬的 豬的 我們很少吃到牛的牛脂 然後這應該差不多 這寶寶的應該很可愛 它乾皮是切的嗎 對 新鮮吧 很新鮮 很新鮮 因為我很怕吃到那種 不新鮮的乾那種分分的 就內臟味道會很重 拿到牛 它太Q了啦 嚇到牛尾了 它比較酥爽 對 很漂亮耶 這個應該現在好吃 這個金色的 QQ的 它的皮 像剛好是最Q的時候 但是它可以再燉的話 會更加軟 更軟一點 但是它的肉蝦是最好的狀態 它肉是像一縫就化開的那種 然後鮮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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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來嘗嘗看這個 有點半斤半肉的 一咬就開耶 所以現在很軟 你剛剛看起來其實 我感覺到會很脆 我現在很軟 但是其實 我們現在吃到的 都是比較火鍋類的 對 但其實我覺得牛腦大自己 我滿喜歡的是 它的熱炒類其實都滿不錯的 譬如說像我滿推薦這個 芥蘭牛肉 芥蘭牛肉 然後跟那個酸白菜牛肉的 這個嗎 是 本來這兩個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在這邊真的很喜歡 而且它其實拿捏得很下葬 因為就很像我們剛剛蒜的 那個肉的顏色一樣 對 有一點粉紅粉紅嫩嫩的 雖然是火鍋店 但是這個菜我會很喜歡 我會很希望 它做這個的便當 下面配飯 上面直接鋪酸菜炒牛肉 像凍飯一樣 好 接下來台南還有一個飽 那就是婚禮牛肉湯 至於台南最老的店是哪一家呢 走 咱們馬上開箱去 這次最開心的是吃什麼 吃兩個小鮮肉 好 可不可以不然下來 不要不然下來 你現在要久一點嗎 我們這一個要吃什麼 吃什麼 吃小鮮肉 不是啦 牛肉湯牛肉 牛肉湯 下來 下來 你滿雜屎的 滿沉的 對 這間鑄牛肉湯 就是台南的百年老店 百年前就有了 就有人吃牛肉 怎麼可能 因為百年前 這要吃到肉 都是很珍貴的一件事情 那是不是以前是有錢人 才可以吃到或是 對 以前 早期在台灣啊 其實就是牛肉都是 跟甜 日本人吃的 那是日本人在吃 對 對… 那後來因為抗戰結束之後 就是美軍進來 然後開始有 美國人吃 聽說這是 百年牛肉店就對了 牛肉店 百年 你這個第幾代 你這樣算第四代 第三代 第三代 第四代 他是兒子 我… 他說我是在第一店 第一店 但是我們是 最久 最久 不過我平這個湯 好香喔 真的超香喔 沒有那個腥味 我好想泡進去喔 開玩笑 目前啊 全台南年紀最老的牛肉湯 100年傳承的超驚爆滋味 即將上桌啦 在此呢 請到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空腹還是體重過重者 請先自行轉台 以下畫面幾句殺傷力 不停勸告者啊 後鍋請自行負責 而且這是什麼 牛肉飯 牛肉燥 這個一定很好吃耶 也太快了 這個真的 好好吃喔 完全不一樣的味道 因為它是有獨特的 本土牛的那種香味 然後它因為南部口味的 甜甜一點點 然後那牛肉的肌力 你只要嚼嚼的時候 還有一點點那種 脆脆的肉 然後在嘴巴慢慢的 越嚼越香 真的很好吃耶 你剛剛那個表情 好像有點興奮喔 這個真的好好吃 這招牌 蒜頭炒骨髓 蒜頭炒骨髓 不要忍... 骨髓 不要等它涼掉 趕快先吃第一口 骨髓 來 這個真的在北部很難吃得到耶 好像是喔 它的那個是 口感很滑溜 滑溜溜溜溜的 很滑溜溜溜溜溜 然後因為它炒過 它的那種蒜的香味 還有它炒過的那種 大火的那種香味 都在裡面 它很滑溜 很滑順 我一直以為它是脆的 不是耶 它是滑的 它有點像 大家有沒有吃過那種魚錶 魚錶那種 那種感覺 但是它比魚錶的那種 嚼勁度再多一點 多一點 這個好好吃喔 這個是牛尾對不對 牛尾巴 這個叫做塞幫肉 塞幫肉 塞幫肉 然後這個是牛腩 牛腩 然後這是牛肚 牛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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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有跟我們說 這個牛肚是一般我們看到那種 像那種蜂巢的牛肚 對啊...這樣子 然後他說其實 這只是牛其中一個 味的部分 牛肚 牛肚 要沾醬 其實不用 我覺得不用沾醬 怎麼那麼甜 很甜 而且它很 裡面的 不是 這個甜不是已經 很像吃糖果的甜 我要吃喝 你吃一下看 很像牛奶 牛奶 牛奶 牛奶的那一種 很像牛奶 口味的糖 糖的那種甜 奶油的那種 對 有這種牛奶味 對 奶香味 這個好... 好厲害喔 對 奶香味很濃 嚇到 你去旁邊叫鹹醋雞是不是 鹹醋雞嗎 鹹醋雞 我先取一炸牛肉 我先吃吃看 它紅橘是有一點酒香 對 後面有一個酒香味 所以它就有點像這種鹹醋雞醃過的那種 那種感覺 來...這吃這個 是牛尾巴 牛尾巴我真的沒吃過 好神奇喔 真的沒有吃過 韓國很多 對... 牛尾湯 牛尾湯 整隻尾巴都是膠質的 對不對 這養顏美容耶 多吃 真的... 真的 全部都是那個 它那個屁這邊也是會 像是這裡有沒有 它這個口感是有點微微脆脆的 對 所以它那些 其實它一個會有三重口感 一個是脆的 這個是這樣軟 軟軟的 然後QQ的 然後再來它是肉的那種香味 讚 品嘗過牛肉 更不會切盤和炒盤喔 接下來主角要登場了 就是他 溫體現接牛肉湯 百年高潮即將來臨 那咱們就先奉上精采蒜肉秀 暖場一下 這個百年傳承的第一碗牛肉湯 就已經這樣子了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手上是 這個是 牛肉 這個是牛五花 這是牛蛇 牛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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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看到這樣子 很少喔 對 你今天來了 這個粉紅色的 它這個湯最特別是 它那個清甜味蔬菜 什麼可以喝到那個 大頭菜的味道 然後感覺像很多蔬果 一起燉出來的那個湯味 所以有那種很清爽的甜味 對 完全沒有牛肉湯的 就是那種黏膩的味道 沒有 好甜喔 甜甜 它那個湯頭的 真的厲害 其實剛剛我 它那三種湯頭差不多 其實真的差不多 你來吃看看 來 雪花牛 這一看就是油脂 這個油脂 對... 這個跟你說 這個就你會覺得 這個你覺得很厲害的話 你就會覺得這個才是貴族 真的 入口會掛掉 來 真的不一樣 它根本不需要藥 對不需要 它會融化 還有那個油脂 它本身有一個香味 真的 牛的那個很香 很甜的那個香味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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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說到嚼筋應該是這個 牛舌 牛舌 這樣牛喇雞應該是最厲害 很少這樣吃耶 很少 很貴耶 對 這樣有那種 膠質的那種Q彈的感覺 好好吃喔 你在...你在喇雞喔 你在喇雞喔 海豬 不是海豬 那個 蘿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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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跟牛喇雞喔 你看喔 怎麼樣喜歡跟牛喇雞嗎 很素耶 對 一定吃 很開心耶 一定吃 你看他的調性呢 但你以後就不跟人跟牛肉 因為牛可能是吃草吧 所以他那個舌頭是有在肌肉 對 肌肉 他的肌肉 然後他還有那個甜 甜 那種甜味 跟其他部位的甜不一樣 你試著跟他喇一下 很厲害 你剛剛是問到你聲音聲 流口水了 好 好 好喜歡它的口感喔 對... 它雖然切得很飽... 但它還是保持它的那個 對... 它很有那個彈性 嚼勁 對 有那個彈性的 你看 咬一咬就有那個牛喇雞 它獨特的那個甜味 是的 有了我們的科普認證 還有老闆親口證實 台南最古早溫體牛肉湯 已經被我們嚐到了耶 那接下來 就是用最虔誠的心向它致敬了 敬禮 師傅 我們這是要去哪裡啊 我們不是要去西方取美食寶典嗎 沒錯 這很重要 但是要有充足的準備 這也更重要 難道這裡有厲害的美食嗎 波峰啊 來 今天我們在演什麼 從頭到尾我們在胡搞瞎搞 演什麼 我們在演 西遊記 對 西遊記來念十遍 西遊記... 西遊記... 遊記 遊記 對 遊記 對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吃遊記 沒錯 而且你知道嗎 西遊記陪伴了很多人的童年嗎 這一間 麻油雞在地開了五十幾年 是陪伴了很多人的童年 那真是歷史悠久 耶 今天我們工作人員呢 非常很憂念想腳本 西遊記... 遊記... 就是為了這一個 撐到最後面就是為了這一碗 來 甚至我都還帶了這個 一直到這個老角去 又是有中有遊記 有遊記 有遊記 來 這個是我的那個 遊記面線 我的是麻油雞 麻油雞 什麼 麻油雞... 這一家 你在今天介紹前知道嗎 其實我不知道 但我會經過這邊好像... 都會看到它很多人在排隊對不對 對 就是還滿多人的 這一家真的 經過旁邊 要去秦光市場也好啦 或者是你要去行天公里 經過這一條 你都可以看到這邊 大排長龍 你知道嗎 這個麻油雞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什麼 湯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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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頭要怎麼樣 湯頭一定要那個 麻油雞 麻油一定要有 對 但薑也很重要 薑很重要 因為要跟麻油這樣 爆炒 爆炒 爆香 味道才在裡面 然後像麻油雞 通常雞肉就會跟那個麻油 跟薑下去煸 煸了之後就再加什麼 酒 加酒 酒也是很重要的 酒也是很重要的 那種 麻油那種很溫順的感覺 那個湯頭很甘甘的 因為我其實不太喜歡 酒感太臭 對 我也是 我覺得應該它是因為 煮 一直煮 一直煮 把那個酒氣都煮掉了 油漬 油漬 你先吃一下油漬 真的有嗎 好 我可以吃嗎 我可以吃 可以...那我餵你吃 不用嗎 我餵你吃 你吃 吃一吃 怎麼樣 很好吃 很新一些 脆脆的 很脆脆的耶 我好像吃過這個 有些在外面 是不是都是那種 軟軟的 比較口感沒那麼好 對 它不是這種脆感的 哪一些 哪一些 來 國風要得罪喔 沒有...就是 外面一些小吃啊 一些小吃 我到底是哪些 好逼喔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們就記得 這間是脆脆的就好了 對 我們只記得好吃的就好了 對 既然好吃 那個就不用了 對啊 踩雷的我們就忘了 然後這個是他們家的麵線 他們家的麵線是 比較粗一點點的 素素條 其實都還不錯 但因為它的麵線 視覺上真的比較粗 但你在吸它的時候 其實到嘴巴 其實口感跟一般的差不多啦 你在喝湯跟你在吸麵的時候 那個感覺又不太一樣 你吸麵的時候 那個麵會有帶一點酒氣起來 但你喝湯的時候 反而就是那個 甘甜的感覺 冬天來上 來上一碗就很棒 雞肉 不得了 它這個雞肉啊 是跟那個 我前面講了 麻油啊 老薑下去炒過的 它不是像雞熊肉 但是你可以 那它那個老薑跟麻油味道 煮進去吧 就要有啊 就是肉質裡面的那個香氣 而且它的雞肉都好大塊耶 你看旁邊那個有 對啊 這還有這個塊 這個 天啊 好大塊喔 它這邊啊開了五十幾年了 然後不只是呢 有麻油腰子 然後麻油雞 它有好多好多的各種品項 所以來這邊想要吃的呢 有選擇障礙的可能要帶一個朋友來 幫你做選擇 因為品項太多 你可能會選擇不出來 但它每個品項都很用心 然後它這個很多人來這邊點 網路上很多人都推薦 他們家的這個 豬血糕 豬血糕 這一盤很厲害 它加化身粉嗎 師傅 你們在吃什麼 我們介紹到這個豬血糕 你要不要來嘗嘗看啊 你說什麼 豬血糕 豬 對 網友必推的 你要不要吃一口 豬血糕 豬血糕啊 你要去哪裡啊 你太客氣了 吃一個吧 你吃一個 來...阿一個 這個是網友必推喔 好吃 好吃嗎 吃吧 天啊 太多 謝謝啦 謝謝豬房 真的耶 沾化身粉 還有什麼 香菜 很重要 對啊 它的米的比例是比較多的 可是它嚼起來的口感 非常非常的Q彈 然後你一定要沾他們這個醬 然後還有M3跟花生粉 要沾好沾滿 這每一個都要缺一不可 慢慢嚼 那個香氣就出來了 如果你是小鳥味的 這個你要三思 因為你吃完這一盤 你會飽到不行 這飽足感很夠耶 而且那個它的豬血糕 其實算真的不錯 因為很多豬血糕邊邊會有點冷掉 會硬硬的 但它不會啊 所以我覺得冬天來吃這個 麻油雞麵這個很舒服 今天這個西油季 西油季 可以嗎 霧風可以嗎 霧風可以 我今天擔任這個新角色 觀眾你們覺得可以嗎 很多的黃太太都會說 可以... 然後就會瘋狂解除這樣子 什麼意思 不是喔 突然害羞起來了 講到粉絲就害羞起來了 會害羞 好啦 因為我們今天還有一個夥伴 來 豬八戒 謝謝 來 你要不要來中間 來...這邊 謝謝今天所有的觀眾朋友的收看 那我們時尚玩家假Play 我們就下週同一時間不見不散囉 拜拜 拜拜 好熱啦你